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电影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镜头 主人公遇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然后一起拯救这个世界 有人会说,这种自己见到自己的事情 会摧毁时光隧道,不可能发生的 故意,这里并不是穿越 而是这个世界遇上那个世界 理论上,这两个主人公可以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这个就是科幻影视作品里最火的平行世界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编剧们脑洞大开 想到的一种故事情节,叙述方法 殊不知,早在几十年前 物理学家们就试图证明平行世界的存在 更有甚者,不惜以虐猫的方式 来向世人展示量子物理的世界 神秘的量子遇事不绝 量子力学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 这并不是因为量子力学有求必应 也不是因为它能解决世间万物的困难 而是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 量子力学很难离间 甚至用它来解释会出现超出一般任职的情况 提到量子力学,就不得不提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这两位物理巨匠 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 1990年的时候,物理界充斥着这样的言论 那就是人类的物理已经趋于完美 整个学科犹如一座大厦,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后续的物理学家们只需要在这座大厦里好好享受就可以了 尽管那个时候,整个物理学界的上空还笼罩着乌云 但没有人会注意,这会形成一场改变世界的暴风雨 这栋被人们认为已经完美的物理大楼叫做经典物理 历经三百年风雨,它在物理学家们的眼里几乎完美 哪怕经典物理没有办法解决的微观问题 1905年,爱因斯坦跨时代的相对论诞生 一个全新的体系摆在了世人面前 经典物理学中有时间有空间 它们存在,但不在同一个体系里 是各自分开的 爱因斯坦则提出了另一个概念,时空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世界也许和肉眼看到的世界不一定是相同的 差不多同一时期,著名的普朗克公式面世 标志着新的时代到来 经典物理成为了过去世 一时间,量子物理理论如雨后纯笋般生长 涌现了一大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 诺贝尔物理学家在那个时代就像批发一样 每年都会有震撼的理论诞生 这其中就有一位别样的物理学家 他以一个假设的实验 开启了一场长达百年的讨论 虐猫狂人薛定谱与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谱绑定最深的词条 不是波动力学,也不是薛定谱方程 而是猫 薛定谱用一只小猫的生死展现了什么叫做平行世界 薛定谱假设了一个实验 将猫和雷以及氢化物一起关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 我们都知道雷是一种放射性物质 它的发现者是著名科学家抗力居里夫妇 放射性元素都有一个特点 具有半衰期 而雷的50%的概率进入半衰期 一旦箱子里的雷进入半衰期 它会启动内部的氢化物 释放有毒的物质 猫就会死亡 这个实验只是假设 毕竟又是猫又是雷 搞不好猫被辐射了 做实验的人也被辐射了 毋庸置疑 这个实验是非常危险的 箱子里的小猫难逃一死 然而薛定谱却给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解释 这只猫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 薛定谱认为 雷有一半的概率不会发生衰变 因此它就不会引发有毒物质释放 这只猫就不会死 生死概率各一半 只要不打开这个箱子 猫就是寄生寄死的状态 当我们知道 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样又是生又是死的情况 这和我们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薛定谱是奥地利物理学家 也是量子物理的解除代表 这个实验存在雷的衰变 属于微观尺度 而猫是宏观事物 薛定谱用猫的生死来引入微观的角度 证明量子的存在形式 这个虚拟的实验被誉为经典的量子实验 对量子物理感兴趣的人们 送给了薛定谱一个称呼 虐猫狂然 而由薛定谱的猫眼神开来 一个新的名词被提了出来 那就是平行世界 在薛定谱的这个实验里 猫的生命状态呈现一个未知状态 因而产生了两种可能 一是猫已经死了 二是猫还活着 这样看来就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猫已经死了的世界 而另一个则是猫没有死的世界 并且这两个世界的猫互相不盘胜 甚至我们可以说 两个世界的猫已经相互独立 成为新的个体 由此可以将我们的世界 看作是平行世界之一 在我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可能真的存在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我们用摩天大牢来类比平行世界 每一牢就是一个世界 每一层都有一个叫小明的人 不过他们只是名字相同 相貌相同的个体 每个人之间没有关系 不会互相影响 比如第一楼的小明是一个小学生 第二楼的小明可能是一个打工人 第三楼的小明也许就已经早早成家 理论上这些小明是不可能相遇的 除非有什么力量 把每层楼之间的壁垒打碎 让小明们相见 和穿越时空不同 各位小明的相遇 不会使时空隧道破裂 但会让每个世界变得混沌 很快人们发现 平行世界并不是最大的范围 它属于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是一个集体 里面包括了平行世界 平行时空 平行次元等 物理学家们认为 所谓平行宇宙 其实和物种起源很相似 都是从一个宇宙中分化出来的 并且和原宇宙共存 唯一的区别在于 物种之间会存在竞争 适者生存 而平行宇宙一旦分化出来 就与原来的宇宙没有任何关系 它们互相独立存在 想象一下 将6500万年前的地球和那颗小行星 一起装进薛定谔的实验盒子里 小行星有概率撞击到地球 也有可能不撞地球 如果撞击 那恐龙就会灭绝 如果不撞击 那恐龙将会继续生存下去 这时的恐龙就和薛定谔的猫一样 处于灭绝与不灭绝的边缘 因此灭绝的恐龙和没有灭绝的恐龙 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 也就是说 在另一个空间的地球上 还可能生活着恐龙 可能人就一直没有进化出来 平行宇宙不算什么时空穿越 根据量子理论推导而来 物理学家们发现 每个量子都有不同的状态 那也就意味着宇宙的状态也不是单一的 而是有多个宇宙共存 构成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很有可能存在多个类群 根据美国物理学家 马克斯·泰马克的研究 平行宇宙分成四类 第一层平行宇宙是最基础的等级 说明宇宙空间是无限的 并且物质分布上是均匀的 这样就算在某个宇宙不发生的事情 也许会在另一个宇宙中发生 因此应该存在无限多个行星 上面同样有人 并且这些人里面 有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外表的人存在 第一层平行宇宙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平行类型 第二层平行宇宙 又叫暴涨泡沫 第一层平行宇宙的范围太大 太笼统 这些宇宙属于不同的范畴 离开的比无点远还要遥远 这是什么概念 假设以光速飞行 给予无限长的时间 人也无法到达第二层平行宇宙 原因是 每个第一层宇宙之间仍在暴涨 并且这个速度和范围超乎想象 不过如果宇宙膨胀减速 理论上是可以达到 正义远的第一层平行宇宙的 第三层平行宇宙 就是量子波函数以及其他分支 如果说前两层平行宇宙 对于我们十分遥远 而第三层平行宇宙 就有可能在我们身边 要有一个量子事件有随机结果 那么所有结果实际上都会发生 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集合起来 这就是第三层平行宇宙 然而关于第三层平行宇宙 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议 第四层平行宇宙 具有不同的基本物理方程 我们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这些特殊的方程 而不是别的 这便是第四层的关键 是一个数学结构 并且数学结构的意义都在哪里 因为平行宇宙是根据量子物理而来 它不算是人类平空的想象 因此物理学家认为 平行宇宙可以被探测到 虽然平行宇宙各司其职 彼此之间互感受 但人们所在的宇宙 与另一个平行宇宙之间 仍然会有碰触 这个时候 会在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中 留下痕迹 英国天文学家 通过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的研究 发现我们所在的宇宙 曾经进入过其他宇宙 还不止一次关于平行宇宙 一般很难理解 这名物理学家 也就是平行宇宙最重要建立者的波尔曾经说过 如果人人都能够理解量子物理 那么这就不是量子物理 不懂才是正常的 人们探索平行宇宙 也不单单是为了影视剧的题材更多 因为平行宇宙与量子物理息息相关 研究透了量子物理 平行宇宙也能迎刃而进 证明了平行宇宙 那么量子物理会得到深远的发展 现在再回头去看看那只生死未骨的小猫 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它推动了量子物理的发展 更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证实了平行宇宙的存在 如果没有它 或许在量子领域 无人能够争取突破 事实上 薛定谷没有亲自做过这个实验 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一只实体的猫 可现在这件改变物理学的实验力 一切都是薛定谷的假设 然而人们还是记住了这只虚拟的猫 并称呼它薛定谷的猫 我们可以猜测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 薛定谷真的拿猫做了这个实验 有一只猫死在了实验室里 而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 薛定谷的实验室里 雷没有发生衰变 而是活了下去